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一整天 是不是都覺得特別的濕 特別的冷 現在你看到今天各地的雨量 可以看到今天幾乎全臺 都有非常高的降雨機率 幾乎雨區是遍布全臺的 從北臺灣一直到中南部地區 都有雨 那至於在溫度部分 受到這一波冷氣團的影響 可以看到溫度幾乎都蠻低的 像是在新北 大概只有十四點三到八點九度 而越往中南部走 氣溫略有回升一點點 不過還是偏涼的 像是高雄地區最高溫 就不超過三十度 而到了東半部地區 最高溫也不超過二十度 這一波的冷空氣也帶來了雨量 但您看到了接下來三天的降水圖 從明天開始 這一波的冷空氣會慢慢的減弱 那這個雨區也會慢慢的往東移動 主要的降雨區域都在東北角地區 到了禮拜一開始 這一波的水氣又會再更減少一點 而受到高壓回流影響 一直到禮拜二 整個臺灣的天氣會區域穩定 主要的降雨區域都集中在山區為主 而看到北部的溫度 接下來五天溫度變化 在北部地區呢 明天開始這一波冷空氣減弱 溫度會慢慢回升 大概十二到二十一度 而到了下個禮拜開始 受到高壓回流的影響 白天天氣就會開始好轉囉 像是在禮拜二的時候 白天天氣露臉最高溫有機會來到三十一度 而中南部地區帶您來看一下 中南部地區主要需要留意的是 日夜溫差變化相當的大 不過呢 這個最高溫到了禮拜一禮拜二開始 都有機會超過三十度 一直到下個禮拜天氣都蠻穩定 蠻好的主要留意 溫差有超過十度的變化 接下來未來一週也替您統整了 從明天開始這一波高壓回流影響 氣溫會慢慢回升 那高溫有機會超過三十度 到了下個禮拜三 禮拜四開始 又會再有另外一波的冷空氣報導 那我們也總結來說 聽聽統整了 明天開始這一波冷氣團會減弱 會慢慢回溫 到了下個禮拜一二 會有空檔天氣會不錯 不過下個禮拜三 又會再有一波冷空氣 提醒大家特別留意 明天開始